有准备抗高的事情吗 去钱 低头部与柯文哲妻子陈佩奇 快步上车 表情龄重难 倒是因为又有周刊爆料 简连日前搜索柯文哲住家 搜出一纸关键USB 其中清楚写到2022年 11月1号小省1500省庆京 各院裁定书指出 被告男人与本案毫无关联 成为柯文哲遭积压关键 可见这个USB跟硬碟 真的对他来讲 可能是关键重大 所以他才一直心心念念 由于这案是否核发建造 给金华城 持续相近 外界质疑这1500 难道是收费1500万 关键证据 不过周刊媒体先前也号称 从检方获得独家消息 查出柯文哲 170万或700万不明金流 地院裁定 却没电容注迹 民众党发声明驳斥 检调公然违反侦查 不公开原则 自已与媒体勾串违法 若检方掌握此证据 为何不再申请积压时提出 趁柯文哲无法自辩之际 操作这种片面扭曲的不明资讯 伤害柯主席名誉 更重创台湾民主法治 与司法公信力 不过若爆料鼠时 可能会成为压倒 柯文哲最后一根捣草 检察官一定会问柯文哲说 为什么这样记载 甚至去找出陈青青来说 那有没有一百一千五百万的这个事实 那如果有的话 一定会去勾计说 有没有相关的市政或者金流 有的话恐怕会 罪名会转为违背职务收费罪 那把练刑度就变三年以下 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对此北剑指挥不予评论 无法证实 而议员应小魏收压八天 抗告失败 金华城闭案 五人中四人确定收压 柯文哲是否有机会重获自由 就看律师团抗告结果 TVBS新闻 李国正传亭台北厂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